好来看到全美台湾同乡联议会跟传统基金会呢 在华府联合举办了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 美方人士就强调在钓鱼台的争议当中对日本的支持 同时他们也表示提法复谈 美方一定要谈美猪进口的问题 请看中天特派记者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前立委雷倩首先在研讨会上发言 虽然他强力主张台湾对钓鱼台的主权 并反映台湾渔民在钓鱼台海域 多年来受到日本的粗暴对待 与会的美方人士却毫不讳言 美国在钓鱼台争议中对日本的支持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 一致欢迎美台将在下个月 恢复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下的磁商 但他们同时指出 美方也一定会提出 以科学态度处理美猪进口的问题 美国在钓鱼台争议上支持日本 其实并不是新闻 但愿美猪争议 不会让美台之间增强经贸合作的愿望 再次受到挟持 中天新闻 张国华 综艺庭 华盛顿报道